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这个光纤这样弯曲 弯这个90度 弯90度以后 然后它说它的平均趋力半径 这个弯曲的部分 它的平均趋力半径 就是最外远的那个半径 跟最里面的这个半径的平均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平均趋力半径 是等于这个R 这个我们叫R 那最外圈的那个半径 就是那个R加二分之一G 最外圈的那个半径 整个半径的话 是R加二分之D 最里面的这个半径 最内圈的这个半径 这个是R减掉二分之一G 平均就最外圈跟最里圈的 平均就是R R减掉那个二分之D 好那现在它说 我一束那个平行光这样射进来 要能够让它完全全反射 我就在这里面打到全反射的话 那么它问说 这个趋力半径的话 最小是多少 这个平均的趋力半径最小是多少 好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一束平均光这样过来的话 哪里的这个反射角它会最大 最小 就哪里的反射角会最小 就这里的反射角最小 那这里的话几乎什么呢 几乎碰过来的话 它这个是趋力中心这里 它反射的话就几乎就这里了 这个的那个角度 这个路射角 路射角跟反射角 都比这个大 也就是说 它这个产生反射的 这个反射角的话 这个最小 那也就是说呢 当这里全反射的话 其他地方也就全反射了 所以的话就让这里 这里的话产生全反射了 这里产生全反射的话 其他地方的反射角都比较大 它也会跟着呢 全部全反射 好那我们就看这里 这个角度的话 它的角度的话 一定要大于什么呢 大于等于临界角 大于等于临界角的话 这里它就会产生全反射 这里产生全反射的话 其他的地方 那个路射角都比这里大 所以其他地方的话 当然也就是会全反射 好那我们先来看 那这个 那我两边给它取三 三一四大 这个大于等于多少呢 三一四大四 那四是等于多少呢 因为这里的 这个 这个光圈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外缘 这里的那个折射力 它说是等于多少呢 它说是等于那个 外层 折射力是N2 那里面的 这个内层折射力是N1 就里面 这是N1 好那我们小的呢 这个 这个 这个临界角是等于 是等于那个 N2 它 除以N1 这个 这个是多少呢 临界角 是N2 除以N1 Sine 临界角是等于N2 除以N1 就是小的 除以大的 这个 这个会产生全碗色的话 一定是里面的折射力比较大 这里外面的折射力又比较小 是等于这个 好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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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 这个角度 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R-D R-2 D 那 除以多少呢 除以这个 这个的话 是等于 那个 外围的那个 半径 外围的半径 就是 那个 R加2分之D R加2分之D 所以 R-2分之D 除以R加2分之D 这个 大也等于多少呢 大也等于N1 N2 那我现在给它交叉相乘 交叉相乘以后的话 就得到多少呢 这个是 N1 N1 R-2分之D N1 大也等于多少呢 N2 R 加上多少呢 2分之N2 D 好 那我们知道 N1比N2大 所以我再移过来 N1-N2 R 大也等于多少呢 移过去 2分之D 2分之D N1 加N2 好 那这个R我就算出来 R的话呢 最少是多少呢 R要大也等于多少呢 那個 N1-N2 2分之N1 2分之N1 乘以2分之D 好 这区域半径最少有这么多 哦 平均啦 平均区域半径 最少这么多 好 这个就是大了 好 这个就是大了 的 国务 黄四